朋友们大家都知道 我中国boy算是一个社交牛人吧 但是呢 还有一个人跟我不相上下 他的名字叫做新小萌 前几天小萌跟我说 网哥 咱们能不能来一个谁更社牛的PK 然后我就问 那你要怎么做呢 他说我们今天去到同一个必胜客打工 看一下打工结束之后 谁收到的五星好评最多 谁就是社交天才 我答应了他这个挑战 五星社牛今天必须是我 走 你甚客 你干嘛呢 我今天来这打工了 今天来帮忙的就是你小子 他挺高 怎么称呼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醒山 你就是贴在这个墙上的 没错 给面子的叫做山哥 山哥你好 今天我就是你的领埋 你是我的领埋好山哥没问题 老师待着给你打工服 好好好 怎么还有这个环节 好狂啊他 阿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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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进进进 你看你把人家阿姨吓到了 阿姨来你先起 走走走走 我不高吗 你太高 我没太高的 没事阿姨你起来来来 阿姨先进 阿姨先进 他睡 他 拉着你的工服 今天你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你说 首先要服务好我们全场的客户 没问题 其次 每一个进店的都要说欢迎光临 必须要 山哥包在我身上 这样 就是今天我来这其实是有任务的 我要拿下五星好评服务员 跟我另外一个好朋友 PK一下 对我有信心没有 一点点 一点点 没关系 静心到时候会增增强百倍的 我先去换一个衣服 好吧 去吧 里面等我 怎么说 已经融入了 那什么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客人需要的水 啊 需要的纸巾 哎 一定要第一时间把它送到位 欢迎光临必顺客 你怎么不说呢 我是你的领白 今天我看着你干活 好好好 好 像我们桌 还有什么要注意呢 首先就是顾客到了时候 把它领到空座位上 很好 然后给他上我们的这个 必顺客的那个小小零 那个小零食 很有觉悟 我现在对你的信心增长了 百分之八十八了 好好好 行 来来来客人了 欢迎光临必顺客 欢迎光临必顺客 您一位吗 对 那您坐这儿吧 好了好了 坐坐这儿吧 坐这边可以吗 哎不行 您坐那儿吧 啊 您坐这儿吧 帅哥 好 我的点菜 啊你 哦你扫码点菜 先进 怎么怎么没有菜单 没有菜单 就是这你看得更清楚嘛 对不对 好嘞好嘞好 有什么推荐吗 有没有 呃你看你自己想吃什么吃什么吧 那我想要一个这个 苏打鱿鱼 好好好 然后您是我们的导航员吗 导航员 啊你不是导航员 来帅哥 哎好嘞谢谢 你们店员 好帅啊 说我吗 好那没事了 哎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币先生 两位那坐这吧 刚刚好 请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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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先看看菜单好吧 太慢了啊 这还慢 来来来 介绍一下我们的特色菜 我们的特色菜 导航员准备好了吗 你们是导航员吧 我们是导航员 哦他们是导航员 怎么那么害羞啊 是这样的啊 拍照打卡发微博 或者说呢 跟我玩一个小游戏 你就可以获得 我们这个导航员 专属的一个周边海报 玩什么游戏 什么游戏 说 石头剪刀铺 你只要赢了我 你就可以获得这个周边海报 那是要是输了吗 要是输了呢 输了吃顿饭在这里 来来来 石头剪刀铺 怎么后出 证据不算 好好好 来 石头剪刀布 他赢了 石头剪刀布 一比一了 石头剪刀布 我赢了怎么办 你赢了 原地做五个深蹲 为什么 现在我告诉你为什么 为什么 还知道我们今天的主要宗旨吗 服务好不能每位客人 对 你赢了我们的客人 他怎么拿走我们的礼品 我有罪对不起 要不然你帮忙发一个微博吧 好的 好的 好 好好好 恭喜你 恭喜你 谢谢 获得这个毕胜客和白眼极光的这个周边海报 有什么需要再叫我们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毕胜客 三位吗 三位 三位 三位坐这边吧 好吧 好 来来来 谢谢 怎么可以让客人用手接水呢 他先伸手的 我们应该站到这边 把水放上去 对不起 扣分啊 我再重新给你放一次 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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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注意啊 一定要注意 好好好 三位导航员准备好吃什么了吗 是这个超牛年龙大女子 明海批谈吧 哦 好 手机扫把点一下吧 既然三位都是导航员 要不要跟我们玩一个小游戏 今天可以获得我们的这个 联名的周边 可以可以 要跟我玩游戏是不是 这游戏叫做 达菲所问 就我问你的问题 也不要给出相关的回答 我连续问三个问题 都成功挑战了 你就算过关了 怎么样 第一个问题 今天吃了什么 钢琴 可以哦 家住哪里 钢琴 最喜欢什么乐器 面包 他是有点东西的 赢了 好 我们下一位 下一位 你有什么擅长的吗 菜单 想吃啥 勺子 你觉得他长得丑不丑 蓝色 可以 很厉害 小雪姐你要玩一个其他的不 好赢了 他们都赢了 该到你做惩罚了 十个深蹲 为什么又有我做惩罚啊 因为你输了 a few moments later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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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物给完了 嗯 你刚刚的深蹲做格数了没有 你就说就说你动手干什么 你 在我眼皮子底下 耍小聪明 我没有 我做完了呀 还把我这个大哥当回事吗 我是做到十个 八个 看见没有 我们的美女说话不会错的 好 现在的惩罚你 做四个 我撑 我看又有人来了 欢迎光临毕胜客 四位是咱们的这个导航员吧 那既然是咱们的这个导航员啊 今天咱们这里除了可以吃饭啊 还可以玩一些小游戏 获得我们这个游戏的周边 不知道四位有没有兴趣啊 可以是不是 这个样子吧 咱们这一桌人比较多 我们玩一个游戏叫做逢七过 如果我被淘汰了 我就输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你们有任何一个人 坚持到了最后 自愿你们的获胜 你们开始吧 你们挑一个小伙伴先开始吧 10 15 30 34是7的倍数是吧 我不知道呀 17的倍数 17的倍数不算了 对 打嘴巴 哈哈哈 来 335 好 嗨 再打一下 哈哈哈 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 下一桌再接再立吧 好的好的 走慢走 哎呦好高啊 我不高吗 哎呦谢谢阿姨 谢谢阿姨 另外 哇 哇 必胜客啊 哎 咱今天再来消费一下呀 吃一吃啊 哎 欢迎光临必胜客 你是那个 店员 顾客往正走 顾客请往正走 往正走 往正走 您想吃什么 想吃好吃的 都是好吃的 想吃里面最好吃的 都是最好吃的 推荐一个最适合我的 最适合你的啊 对 我看你跳舞那么辛苦 卡路里消耗非常的大 我推荐你啊 就再吃一个咱们的这个 大卡的一些的套餐 比如说这个和牛超级至尊披萨 特别适合你 可以 那就要一个这个吧 手机扫码 这个有没有在今天的游戏活动套餐里 是这样的 是有这个你想要的这个游戏联动的套餐的 单人餐69 送周边 但是你今天来早了 我来早了 还没开始这个活动呢 那你那么熟知我们的这个流程了 想必有一些小活动你也是知道的 对不对 拍照发微博 或者周边 或者说 你去到我们这个区域去玩这个 白夜极光和必胜客这个线下的洗牌游戏 赢了 你也可以获得周边 可以 你跟我玩游戏 你赢了 还有周边 我赢了 那就是你输了 那你输了有惩罚吗 一定会有惩罚 一定会有 可以 你想玩什么游戏 我来选游戏 对啊 我们这样 我们跳一段绕口令 连续说五遍 然后越说越快 好 谁说错了谁就输 好 来了啊 我先吧 好 连续五遍是不是 越说越快 我爹是我爹 我儿是我儿 我是我爹 我是我爹 我是我儿爹 我爹是我爹 我儿是我儿 我是我爹 我是我儿爹 我爹是我爹 我儿是我儿 我是我爹 我是我儿爹 等等等等等等 他说完了吗 我说完了 不愧是百当阿猪 恭喜你 获得我们的周边一份 感谢Voy 有什么惩罚你说吧 我看你比较瘦弱 我觉得你可以坐一下俯卧车 坐 坐 坐这 这个没问题 好好好 辛苦了 这么减是吧 好好好 这样 还有一个棋盘游戏 要不要挑战一下 可以 来 蒙姐 这个玩法是跟游戏当中的玩法差不多 咱们边玩边解释好了 首先四个角 你选择一个出发的地方吧 就我这个位置 好的 你即将从右下角出发 然后对角 你要吃到我们的披萨 我要走到那里 是这样子的 游戏虽然简单 但是要增加难度了 现在你要制一下骰子 我制骰子 你看看 制骰子 5 5 OK 你再制一个骰子 我再制一个骰子 5 这个骰子是干嘛的 12345 12345 5 在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礼物 总共有五个回合 每个回合你可以走一个颜色 这五个回合你要吃到这个礼物 并且到达披萨的终点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好 第一个回合比如说 橙色 你就可以从橙色 1 2 对角也可以走 好 3 4 好 就走到这儿了 第一个回合就结束了 好 你也拿到你的礼物了 后面你还剩下四个回合 好 你就要选择颜色 走到这个披萨点 懂了 准备 OK 你开始吧 第一个回合 我把礼物吃了 对 就直接礼物拿到手了 对 你还要现在要到达披萨点 第二个回合我选择绿色 好 第三个回合我选个红色 好了 是不是很简单 没错 很简单对不对 对 刚是热身的 怎么可能那么简单 就要你拿到这个礼物呢 我要开始增加难度了 我随便给你添一些吧 红色的 我就稍微增加一下难度 这看着有点难度的 好了 给你增加了一下难度了 完了 选择一个出发点吧 那还是这 还是这 还是要致甩再来选择你的这个礼物点 好 回 二 二六 一二 一二 三四 五六 哦 哦 你这个就比较难了 开始你的表演 蓝色 好 蓝色现在走到这 红色 好 第二个回合了 蓝色 OK 红色 回又迟到 因为你赢了两轮嘛 所以给了你两个杯垫 一个是我们这个醒山的 一个是她妹妹衣服的 哇哦 刚刚好 哥哥妹妹带回家 哎 好的 是吧 看一下到底谁才是真正的金牌店员 好吧 那你且看吧 好 那我带走了 你带走吧 好的 嗯 好嘞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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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哥 我今天工作也结束了 你看 二十五颗心 怎么样 你也对小弟评价一下呗 总的来说 很棒的 啊 好 以后常来给你多工资 好 那今天工资怎么结呢 今天工资 晚上再说 晚上再说 还没结束呢 现在 晚上别拖建工资 放心 好吧 那你先去忙吧 上个 好了 朋友们 我今天的这个工作之旅已经结束了 不知道新晓蒙老师 他能获得几颗星 好吧 等到时候他的视频出来 就知道 谁才是真正的社交高手了 好吧 这期视频也就先到这里 喜欢这个视频不要忘记电视链 或者关注这个频道 就可以在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